另外呢很扯的是高雄有一位太太一年多前她到工博馆去玩呢 结果呢不小心掉了她的晶片车卡了 工博馆公告招礼一个月之后没有人认领 既然把晶片车卡当作正品送给小朋友了 小朋友拿回家 爸爸妈妈再把这个车卡送到警察局 才让这位太太找回车卡 那么当然了还好最后是皆大欢喜 不过呢工博馆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处理方式呢 工博馆说如果大家都把遗失物送到警察局 警察局哪里负担得了 纸箱内的羽毛球牌与伞水壶罐都是游客的遗失物品 依照公告一个月后如果没人认领就应该送到警局 不过高雄的工博馆却把价值3000多元的车卡当作礼物送给小朋友 我不知道掉在科工馆 他是就遗失了 那我当时也没有意会到 是回家晚上回家以后才发现我的钥匙不见 然后不见以后那一两个月我就很担心我的车子会被偷 乌姓夫人手上拿的这块黑色晶片车卡一年多前到工博馆游完时不慎遗失 原本以为再也找不回来了 没想到一年多之后车卡却变成小朋友的礼物 家长觉得怪怪的赶紧把车卡送到警局 不过工博馆私自贴公告征令可能已经处罚 这工作如果说所有的机关把所有遗失物通通都把他移到警方去 警方吃得了 对不对 这个我想这个跟所有人也在说方娘话了 你真的把他移过去他们的累都累死 依照规定公告起满的遗失物 如果没有人认领就应该送到警局来处理 只是警方也说如果每个单位都把遗失物拿到警察局 他们也附和不了建议修法排除特殊个案 中文新闻留意请稍微玩高雄采访报道